字幕部分呢就關係到將來人家在觀看的影片的那種 就是觀看時候的 如果有字幕跟沒字幕其實差別還是蠻大的 尤其是你會看到一些人家上傳的影片上面沒字幕 看起來其實還是有點辛苦 比那沒字幕的感覺差很多 所以最後最關鍵的地方還是要得加一些字幕 可是要怎麼樣能夠加字幕 在加字幕之前我們先了解什麼叫字幕 它怎麼放上去它的結構是什麼 然後再來去做我想你會比較清楚一些些 所以剛剛主要第一個你在搜尋的時候 記得就是說篩選器裡面 請你如果找的話就是選這個字幕 那也就是有字幕的它才會出現 那你把有那個有字幕的部分顯示出來 把那個影片複製貼到那個4K Video Download裡面 它將來它才會顯示出有字幕的那個選項 它就是會變成無 底下有一個註解 意思就是沒有字幕它找不到 所以也無從下載 那你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因為剛剛同學我在練習的時候已經有點慢了 更不要說你們 所以你們可能又更慢了 那當然如果你要作用影像編輯的 這個還是電腦速度要夠快 第一個啦記憶體一定要夠大 那記憶體要多大呢 當然像我自己的電腦一定都差到16GB 像現在的電腦只有4GB有沒有 為什麼因為電腦會慢 就是它電腦記憶體吃完了 吃完之後就會用硬碟來當記憶體 那記憶體的速度跟硬碟的速度至少差100倍 差100倍 所以你會發現突然怎麼慢下來了 因為你記憶體4GB都被這些瀏覽器啦 有沒有 我開好幾個瀏覽器 然後開了這些 給全部佔滿了 佔滿之後的話沒空間 就拿硬碟來當記憶體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你可能要讓電腦快一點 可能你的那個硬碟 我們傳統那個硬碟 各位不知道知道那個原理 裡面就一個馬達 轉速大概是7200轉 好一點的話可能到1萬轉 但是都是在轉 那現在新的那種硬碟叫固態硬碟 固態硬碟的原理它就不是馬達 它裡面的話呢 就是類似像隨身碟 它裡面是一個半導體 一個IC 裡面的話都是IC 它不是用那個機械原理 所以跑起來速度 可能會比硬碟快到 可能最快可以快到100倍 搜尋速度上面 所以像我的硬碟 我也把它全部換成 所謂的固態 固態硬碟 那英文名稱簡寫叫SSD 兩個SSD 那這個第一個 開機馬上有感覺 按下去開機10秒鐘 馬上看到畫面 真的不誇張 一開機馬上就可以看到畫面 跟我們這種傳統的開機 整個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還沒開機 那差很多對不對 所以 但是那個可能要另外額外要購買 那所以你呢 當你也許你有買新電腦的時候 你就可以指定 第一個記憶體大一點 第二個硬碟可以用固態硬碟 不過相對啦 如果你用固態硬碟 那個費用相對的 還會比較高 可是喔 你將來用起來的感覺 也會 比較 比較讚 就是真的 哇 跑起來 就是如行雲流水 尤其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就不會卡卡的 就好像你突然坐高鐵 然後呢 轉到普通車去 你又感覺 怎麼還要等 對不對 OK 所以還是會不習慣 因為我現在 就 就是有時候會 不過還是要心情轉換一下 OK 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貼上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影片呢 它才會跳出那個 有沒有 它會分析一下 影片有沒有 那有那個字幕呢 它就底下會清單 那預設的時候 它也是 預設它不會幫你下載 它可能預設是無 所以之前有同學下載 只有影片沒有字幕 除非你把它動一下 選一下那個漢語部分 那其他怎麼以自動翻譯 這個以自動翻譯 是好像它是後來 有因為你有傳字幕的關係 所以呢 YouTube也很貼心 它因為知道你有傳了一個中文字幕 它也會幫你把它做全部都翻譯了 所以呢 以後 如果是其他語系國家 可能是一個日本人 他看不懂 那個漢語部分可以看懂 那它可以嗎 可以再轉換成它的日語 它就馬上字幕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我們看得懂的這個這個字幕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看國外日本的網站的那個YouTube 有時候你看不懂沒關係 它也可以切 它裡面有字幕的話 可以把它切成中文 然後可以順便來學一下日語 有沒有 有時候其實學日語 學美語 其實最好的平台 還是在YouTube上 因為反正你就看 那些也可以切成英文字幕 有時候直接看英文字幕 最後連字幕都不需要了 直接就聽 慢慢你就比較能夠聽得懂了 好 你如果到當地 你也比較不會有障礙了 不過這個可能還要下一點功夫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專業這麼強 有些東西其實還是花時間 好 那可是問題你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播放的話會不會有問題 那你會發現我們播放的時候 因為有裝了一個K-Lite Code K-Lite Code裡面會有附加一個這個叫什麼 Media Player Class Code 有沒有 它播放的速度超快 我還蠻喜歡這個 因為播放的速度快 第二個呢 它會蠻貼心的 怎麼說呢 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己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字幕 自動跟這一個影片呢 把它變成在一起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播放的時候呢 假如說旁邊會有個SRT SRT 而且它的檔名 跟這個的檔名一模一樣的話 可能會有條件 點SRT 而且檔名要一樣 它就會自動幫你放進來 這個是一個條件 但如果說你呢 檔名不一樣的一個SRT 我記得好像它也不會把它放進來 也沒辦法播放 或者是說它的檔名不是SRT 也當然不行 所以有一種情況 假如說你不小心把這個檔 把它忘了下載 那你會發現打開 當然裡面一定是不會有字幕 因為它也找不到字幕檔了 所以 可是又有一種可能是說 你有下載 但是呢 你忘記把這個SRT 就是你可能複製的時候 或者是寄檔給人家的時候 忘記把SRT檔給人家 那怎麼樣 它打開也看不到 還有一種情況是說 它的電腦 因為它沒有上過這個課 所以它也沒有裝解碼器 它用預設那個打開 即便有SRT 它也沒辦法打開 所以怎麼辦 很麻煩了 對不對 因為你有字幕檔 但是呢 還要懂得用 還要懂得用對碗體 所以有點麻煩了 那怎麼辦呢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直接 乾脆把這個字幕檔 直接就幫我把它放到這個影片裡面 把它合併在一起 這樣就 就搞定了嘛 對不對 給人家之後呢 它一播 管它有沒有字幕 只要它能夠播放 它字幕也會跟著進去 那有沒有這種軟體呢 當然有 這個就是我接下來要介紹的 因為盡量都是符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在哪裡呢 快速我們雲端上面呢 會有工具程式 那工具程式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先跳過轉換 本來會講轉換 轉換需求好像比較小 我看這看有時間在講 那還有製作相片電影 這待會再講 我們先跳過 跳過再來就是先講什麼 合併字幕的問題 那合併字幕的話 裡面大概有一些工具 點下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相關範本 不過範本你可以不一定需要 這邊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6.5 一個是10的版本 把它用清單好了 清單看比較清楚 旁邊有個什麼 你們預設好像看到是這個圖示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看成清單 請你把它點選的是 這邊有一個 清這個清單模式 那你把它點成清單 不然它這個版本後面東西看不到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6.5跟10 那10當然是最新的版本 不過後來發現 其實這個新的 舊的反正只要能夠合併字幕就好了 管它新舊 反而新的 操作還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乾脆我們用舊的好了 比較保險 因為我們還是要以 大家學習方便 能夠解決問題為前提 我們沒有盲目的去追求最新的東西 你說新的好用嗎 倒不見得啦 新的怎麼會好 有時候還出一些Bug 像現在電腦都裝Windows10了 你用不習慣的人還覺得很麻煩 倒不如用Windows7就好了 好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下載這個 叫做這個什麼 MKV2 什麼什麼Portable Portable顧名思義就是 它是可吸的版本 可吸意思是說 它不用安裝 可以帶著走 意思是說你如果把它放在你的隨身碟 以後如果你需要合併字幕這個功能 你就把它打開來 你就可以做合併字幕了 所以這個工具 導致還蠻便利的 帶著走就好了 以後的話呢 你把這個工具帶著走 然後呢 像我的隨身碟都會有一個 就是一個資料夾 就是工具的資料夾 那裡面的話就是把那些工具有沒有 放著 需要打開就好了 很多都是所謂的Portable 就是免安裝的 直接打開 馬上可以用 帶著走有點打郵集了 不然有像我們上課的時候都不同電腦 那你要叫我每一台都安裝一遍 我要開始上課 我不是起不是要請同學先等我 要不然我要提前到 OK 那就麻煩了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把這個合併字幕的這個部分 先下載 那待會的話呢 第二個一樣 下載下來之後在下方 會在資料夾中顯示 它一定會幫你下載到這個資料夾 有沒有下載 那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到這邊找一下 那它會是一個壓縮檔 前面有一個拉鍊嘛 表示它是一個壓縮檔 那我們第一步的話 一樣要怎樣 把它右鍵解壓縮全部 因為我們這一台 好像沒有裝什麼樣的那個解壓縮軟體 所以你用解壓縮全部 然後呢 直接它會跳這個視窗 你就直接去按解壓縮就可以了 那把它解出來 解出來之後 它會跳開來 跳出這個畫面 意思就是它會幫你把這個 這個壓縮檔變成一個解壓縮資料的資料夾 那你打開之後 關鍵來了 它免安裝 前提 特別是免安裝 那你執行的話 記得執行這個 反正看起來像 有沒有 比較多彩多姿的就它啦 就是它 可以幫我們做 把影片跟字幕合在一起 對這個工作 這個還蠻方便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 朋友會給一些什麼最新的電影 它可能就是一個電影加一個字幕檔 那常常也是剛剛那個問題 還有呢 有些播放器 像電視上它有USB 可是你插上去它讀不到SRT 所以你把它合併再給電視播就搞定了 所以都教各位這些方式 那你會發現 這很多都變成你的娛樂就免錢了 就是 不過這當然前提是不要侵犯到別人那個智慧財產 好 那待會請各位先把這個工具準備好 那待會呢 我們再來講一下怎麼樣利用這個工具 去做合併的動作 其實非常簡單幾個動作就完成 第一個就是先準備好什麼 準備那個 我們的下載有字幕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準備一個檔案 下載一下 如果你找不到你可以下載那個什麼火車爺爺那個 那個那個影片 它會有一個字幕加一個影片 那只是說這個字幕加影片有時候要同時存在 你看而且能夠播放常常會有問題 那怎麼辦 你乾脆把它合併在一起 就沒有問題了 那要怎麼做 其實我在雲端上有放了一個那個 合併字幕的工具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